有人说 平头哥对自己有着一种莫名的自信 所以他敢于跟所有的动物展开对战 而鳄鱼生性凶残 锋利的牙齿 拦着一把宝刀 狠狠地切割着猎物的身体 臭名昭著的死亡翻滚 总是让动物们闻风脏脏 除了平头哥以外 大概没有什么动物能够在鳄鱼面前猖狂 这天 一只平头哥出门觅食 发现条鳄鱼 平头哥左瞅瞅右看看 能成打起了鳄鱼的主意 哥们儿 这家伙可不好惹呀 果然下一秒 平头哥冲进草丛 与鳄鱼大战了一番 平头哥 你膨胀了 鳄鱼 你都敢动手了 几个回合下来 平头哥一点好处没捞着 还被鳄鱼打得狼狈不堪 看来 这鳄鱼肉也不是随便能吃的 不过 对付小鳄鱼 平头哥还是能轻易拿下的 我就知道了 钥子 二咽 二咽 你 你